曾健超繼續就七名警員 涉嫌襲擊他的案件作供 辯方的律師多次質疑他是透過互聯網片段 組織事發經過 而不是憑自己的記憶 律師又質疑曾健超不斷製造新證供 羅錦平報導 七名警員抵達區域法院時 支持者衝前 場面一度混亂 第二被告的代表律師青鴻繼續盤問曾健超 指他在事發後四天錄取的口供 很多細節都沒有提到 包括有七個人打他 也沒有說過聽過警員討論應該抬他去哪裏 以及有人說示威了 則而曾健超不斷製造新證供 但曾健超不同意 又說有關供詞只有三頁子 只是回答被問及的問題 青鴻又指去年投訴警察課 邀請他翻看完二十條錄影片段後 曾健超說自己太累拒絕錄口供 但其實有其他原因 曾健超說律師叫他要準備好一點才錄口供 青鴻再追問他要從片段中辨認自己 是否這麼困難 還是擔心自己都可能被入罪 曾健超說擔心警方將他推向預設的問題 他亦不明白為何自己被打會擔心自己入罪 不過律師就多次質疑曾健超並不是憑自己的記憶 而是透過互聯網片段組織事發經過 曾健超又透露第一次看到自己被打的錄影片段 是他被押送到黃竹坑警校時 偷看旁邊警員手機畫面時看到 另一名被告的代表律師蔡維邦 亦質疑曾健超早前作公說 相信當日制服他的是警員 因為只有警方才會在示威中使用武力 律師質疑這段公辭是政治姿態 並且問他是否職業政客 曾健超說自己有意參選九月立法會 但一日未選到都不可以說是從政 只是有意從政 曾健超已完成這部份的作工 控辯雙方將會就是否將新聞片段呈堂 再傳召多百名的證人 他們都向法庭建議 在下星期二去到龍和島一帶作實地視察 法官說會研究再決定 NOW TV 記者羅錦平 報導